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登大丘岛最先上前迎接的是梅花路 后面还一只哦 要小心哦 吓我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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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 从畜牧场野放岛上的是三头梅花路 如今已经繁殖到上百只 梅花路岛唯一的居民是来自桃园的胡静江 这一只左边耳朵有缺口的叫小三 它叫小三哦 对 耳朵它有一个缺口 很乖啊 你还给录取名字哦 这一只叫小三啊 右边有一个缺口叫阿杰拉 如果是耳朵这里圆圈大 有两点的那个叫做葡萄 葡萄 好几只啦 手门 葡萄 还有个大冬 这都是你的朋友 我帮他取的名字 你的邻居 邦美投鹿都取了名字 胡静江和邻居相处很融洽 在无人岛当岛主 什么事情都得靠自己 底下那个是我的那个九层塔的菜圆 还有那个川七也爬上来 再过差不多一阵子就可以采收丝瓜 来吃 我的菜都是用那个梅花鹿大便 那个岛真的就多你一个人耶 对 他住起来不会害怕吗 没有什么好害怕啦 一个人 一个人就做工作啊 白天就养养鸡就做工作啊 这只柱子它是大秋分校 它以前这里是学校 学校啊 百姓撤走之后呢 就剩下我刚刚有讲那个 就阿兵哥没几个嘛 那么他们就在这边养一些鸡 所以说它也叫做大秋农场 所以它两边的名字是不一样 一百年我来的时候 民国一百年来的时候 就在这里边把它给一样继续养鸡 就在这边养 就是我养的鸡 现在养几只 差不多两三百只 我99年来的时候看不到这间鸡 全部被树给盖掉 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用电锯用什么锯来把它给签 才签出这个学校出来 你以前盖房子 现在养鸡还差性质差很多 那不一定啦 看看啊 反正就换换人生跑道 不一定说 你订什么就要做什么 胡敬江原本是营造公司的老板 一次到北干的大秋岛钓鱼 爱上了眼前这片美景 后来他结束失业 一个人搬到五人岛生活 还梦想着盖餐厅民宿 但是第一个要克服的 就是岛上的蜈蚣 这里我刚来 真的是蜈蚣 蜈蚣 蜈蚣喔 超级多 多到不行 多到你睡觉都爬到你的脖子 身上都会有 那那个时候冬 一经过过年这段时间 也失神喔 超失蜈蚣 那个蜈蚣真的是太恐怖了 怕死人 那后来想说 鸡不是去吃蜈蚣嗎 鸡吃蟲 后来就想有办法 我来养鸡 然后我就边做民宿整理 什么什么 就养鸡下去 所以我就把它命名为 大丘的蜈蚣鸡 因为蜈蚣 而有了蜈蚣鸡 但是养了这么多鸡 自己也吃不完 干脆做成柴烧湯鸡 给登岛的钓客和游客吃 吹风机喔 对啊 自己设计的啊 吹风机啊 这样就不用 在那边删 对 要吹风机 所以自己一个人做事情 还是要想方法喔 对 应该这样真的也是做其他的工作 应该全部都做成柴烈 好 口机的空档才可以唱 对 20分钟的时间 可以唱唱歌 可以唱歌不怕吵到别人 吵死路 吵死路喔 我跟你讲 唱歌美好路 那台在底下那一台 真的 听歌 所以我都唱进去 他都听进去 差不多十几分钟 要看一下 慢慢地推开 慢慢地推开 上 哇 漂亮的 这很小吃喔 哇 皮皮薄薄的 对 这样这样的蜂蜂蜂 因为这一只鸡烤一百多 一百多 一百多 这一只鸡肉一定很好吃 你说这一只鸡肉一定很好吃 对 这为什么 烤得很漂亮 然后又回 有没有闻到烤性的味道 很香啊 很香喔 吴公鸡打响名号 胡金江还善用专业 把荒废青岛的防射 改建成零素 哇 哇 來 欸 好像还有 我们两位来 那是我来 一人 老婆娘过来 一人 來 一丢人挡欸 喔 這老银喔 我两个枪也变得 不变得 不变得 因為 欸 欸 他很怕去六人 今天可以看蠻眼淚喔 欸 丟丟丟 其实大丘岛最开始可不是无人岛 在民国85年全面撤军废村之前 这座北干北方的小岛也曾经繁华住过上百人 我们大丘岛喔 我们冷宿最多时候有40多户人家 200多人 大家也看到喔 大丘这边非常不方便 尤其以前解岩时代喔 更不方便 而且大丘还有一个特别喔 他只有到四年级分校 我们五年级小孩子喔 十岁小孩子 叫李嘉去群壁那边读书 乔治那边读书 乔治那边读书 乔治分校 就是说父母亲也不忍心看到 小孩子那么想李嘉 然后大概70年代 台湾工业发达的时候 也正巧 这时候我们是这边是靠山 靠海为生 靠海为生 这个打玉也抓得不好 甚至有点倒贴 就是补了一点的雨 涮一涮还没有浅壮 所以那时候工业发达 有人家搬去 就这样一户牵一户 一户牵一户就牵走了 83年 最后一户也牵走了 然后就是刚好这时候 人家的县 隆改长有13支的梅化路 他是圈阳的 现场说这是一个荒岛 就把这13支的梅化路丢在这边 就在大丘废村废倒后的许多年 胡敬江带了所有家当和干粮 展现拓荒者的决心和毅力 我抓面条 干面条 泡面 罐头 我就是 抓那么多就是 就是要跟你拼 我就儲存 就好像以前要去打 那个古时代不是要去工程吗 不是要存粮去跟人家打仗 我就存粮好了 要跟你打仗 然后我跟爹就动作说 来整修这些房子 这些有的其他工作 就像说在打仗意思 整整三个月 他没有离开过岛屿 只有一次对外球员的记录 有一次是受不了 要打电话都没办法打 结果打了电话 我说我真的胃很痛 拜托他们去拿药 结果那个船长 他也没有听清楚 就把药放在码头 放在码头 然后我从房间走到码头 刚好走半天去拿药 你不用爬的 因为痛到不行 靠着一双手 两年的时间 这个桃园的鲁冰逊 把马祖的无人岛整理得生意盎然 他还向香工所 重新申请了门牌和交工船 现在登岛赏路 吃汤阿鸡的游客越来越多 娱乐渔船一天也有好几班靠岸 荒芜的大丘摇身一变 成为马祖的奈良 回想那一段只有海 只有路 只有自己的日子 胡敬江说 他的心灵 因为孤独而更饱满 何时回顾里呢 他说哪一天 岛主的位置 有其他人愿意坐 就是他回家的时候了 常听人家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豁达 但是变化的背后 往往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磨难 岳家老字号的泰国菜餐厅 第三代准备接棒的时候 却意外的溺水死亡了 在外工作的姐姐 为了安慰心碎的母亲 为了扛下家传的招牌 她回家长出 努力替代弟弟的位置 而失去亲人的心灵缺口 她也用满满的爱填补起来 三十几年来 厨房的火力没停过 以桌面的蔬菜辛香料 再加入熬煮六七小时的 罗旺子酱和鱼露 泰国菜原汁原味搬到台湾来 香茅啊 南姜啊 还有柠檬叶这些东西 如果都存在了 你有这个味道 它其实就是泰国菜 打抛猪 椰汁咖喱 月亮虾饼 椒麻鸡 泰北酸肉 耳熟能详的菜色 老饕百吃不厌 满地道的... 然后口味也比较重 我也比较喜欢这样子 那他们的都是被我带来的 酸辣比较重一点 我比较喜欢 有一些泰式料理 我觉得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 老老板娘把餐馆当自家在装潢 密密麻麻摆满家乡的一切 就连低头用餐 也不让你错过这一个白相之国 因为它有布置 然后不是很新的那种装访 然后就是会觉得很道地的感觉 店里灵魂人物玛丽姐 总是待在最显眼位置 注意着每位客人需求 年近70 岁月痕迹没停留在她脸上 倒是烽火过往 至今还深闹心里 从16岁就开始离家 那时候打日本就一直逃逃 逃到云南 又逃到缅甸 再逃到泰国 所以她真的很痛恨这个战争 然后最后就逃来 就是想办法 想办法就买了三张假护照 然后我们就逃到台湾来了 所以我爸爸就觉得也讲 他说来到台湾就是像上天堂一样 成年旧照已经泛黄 当年的苦涩辛酸 早已经化成一道道酸辣思想菜 我妈妈做那个歹竹的料理很有名 就像泰北河粉啊 泰北辣肉酱啊 国共内战 父亲流落泰北 娶了歹竹的母亲 在美斯勒生下玛丽姐 50年前 一家三口逃到台湾后 靠着妈妈的好手艺 就在台北公馆落脚 卖起家乡味 我们这个辣草和粉 那你虽然看它好像不怎么起眼 但你吃到嘴里的时候 又酸又辣又甜又咸的味道 就在你的味蕾里包开这样子 所以它里面用得到酸籽酱 那酸籽也有人叫罗旺籽 那罗旺籽其实 它是一个新鲜的水果 去熬制成的一个酱汁 吃一碗辣草和粉 像是掉进泰国千百年来的 饮食文化里 美华和弟弟从小在厨房跑跳 看着外婆和妈妈做菜 一双巧手运用起香料来 不输在泰国长大的主厨 我自己本身是很爱吃 对 又爱吃 吃吃吃 应该是说 人家说酒病成良医 吃久了就成师傅了 应该是 包裹着香料 辣味和酸气的菜肴 帮助一家人顺顺利利 在台湾扎根 但幸运之神没有继续眷顾 2013年 弟弟钓鱼溺壁 乱了接班安排 更碎了一位母亲的心 儿子毕业后就一直在餐馆帮忙 骤然离世 玛丽姐几乎无法再踏进伤心地 还好三个小孩和店员贴心 倾听 陪伴 一起挨过丧子之痛 他其实个子很大 那我们厨房很挤 那我们常常都会叫他胖子胖子 因为他个子还蛮大的 所以他会在这边 我们会觉得 有时候说胖子借过借过 然后走开要干嘛 姐弟娘感情好 弟弟过世后一个月 47岁的美华发现又怀孕了 家人都认为这是弟弟投胎 悲喜交集中 女家们又努力 让店里恢复正常 缘分结束了 缘分结束 他就离开我们了这样 也是想开一点 美华临为寿命 接掌老店 但其实早已经是师出有名 他在天母百货里经营泰菜 是叔叔阿姨们的固定食堂 近年又在德明科大开班授课 贵妇学子无数 老师出马 希望把老菜色做得更完美 菜面 颠 颠就是云南嘛 然后这菜色其实菜系是 都会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了 焦麻糬 关键就是皮要酥脆 所以腌的粉料很重要 对 然后如果说你炸得不酥脆的话 它吃起来就是包油嘛 吃起来就是软软的 其实是不好吃的 这个酱的话就是醋 然后辣椒 酱油 然后糖 最重要是为什么叫焦麻糬 它麻是有一个花椒粉 为提升厨艺 到现在还会和妈妈 飞去泰国进修 把教学和食物做结合 希望台湾也能和泰国同步流行 像是常见的凉拌木瓜 主角编一下 就有了视觉味蕾双重经验 它比较麻烦 就是要切 要弄 其实水果的话 是任意都可以做变化的 它的配料有酸子酱 鱼露 然后柠檬汁 蒜头 跟那个辣椒粉 还再加一点点糖提味 这样子的话 加起来它就是整个 就是又酸又辣又甜 其实吃起来 就有点像凉拌木瓜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不会冲突的 又很爽口 开胃 缤纷灿烂的泰式水果沙拉 紫燕红的火龙果抢进风头 但在父亲掌勺年代 红色可是不被允许 他说红衣服就是共产党 所以他都禁止我们穿红衣服 那客人来了怎么办 那没关系 客人没关系 往事历练出坚强意志 如今一家人 已经能笑笑走出伤痛 美华带地出征 让祖传太菜更添了味 姐弟守足情 欢迎回到台湾《千里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早年在贡良海边 十多岁的女孩子 就得下水去采石花菜 做成石花洞 这个工作被称为海女 石花洞的制作过程 通常要耗费三四天的时间 但是一碗石花洞 最多也只能卖个十多块钱 因此许多年轻人 都选择到大都市发展 现在村子里的海女 都是上了年纪的老阿嬷 其中一个七十八岁的菜美阿嬷 从小失去父母亲 辛苦了一辈子 到现在还没有退休 我们就从菜美阿嬷的故事 来了解消失中的海女文化 活梭之洋 美丽之道 台湾令人惊艳的东北角海岸 古老的岩石 雄伟的海牙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是游客们的绝佳夏日西西海域 潜到水里一望无际的起立海底世界 祖母籍的海女像是水中角龙 在这里讨生活 脚踩水 手波浪 拥有在高低寝福千变万化的海底 偶尔小丑与泥帽飘过身边 偶尔一股强劲的水流袭来 阿嬷经不住强烈的力道 跌坐在礁石上 但阿嬷哪那么容易被打倒 秉着鼻息 眼神锐利 石花菜好坏 逃不过她的眼睛 一把一把的迅速徒手采摘 迷多久 妖记间的袋子 已经装了好多石花菜 在水里游移 因此多了点阻力 每年三四月到六七月间 隆洞湾海底被紫红石花占据 正是海女们最忙的丰收期 而东北角海水清澈 石花品质最好 虽然已经高龄七十八岁 阿嬷的脑海里像是有一张海底地图 前一天没有踩到的海胆 这回是阿嬷下海寻宝的首要任务 所以饅了 隆洞湾 潮間岸边浅的区域 水深海溪 深的地方 甚至超過阿嬤的身高 阿嬤說小時候 就像是一條小美人魚 大多時間都往深海裡 尋找海之味 近年來為了安全起見 都在岸邊撈錢 但再這麼小心 還是有意外發生時 修養一年 阿嬤又恢復擁 背上的石花菜包袱 是大自然的禮物 但這樣負重 並沒有拖垮她的行進速度 腳踩著崎嶇的岩石 上上下下 漸步如飛 腳很爛 我都住不住 我們要怕人 要怕人 我住在岸邊 走監獅 走監獅的 一天要走幾爪 不一定 最多要走幾爪 一天走20爪 不 沒注意的拔刀 不會啦 不會 我們比較大才才要走 阿嬤從40多歲開始 就常常是影片中的 最佳女主角 配合演出的次數太多 甚至還是齊柏林 看見台灣紀錄片中的海女 這樣鋪在這半 這樣鋪在這半 這樣鋪一鋪來幫我們照 這樣 風很頭的 對啊 十幾爪 冠天 其實仔細看看阿嬤的潛水裝備相當的簡陋 甚至穿著長袖長褲就下水 只有背心才是真正的潛水衣 十幾爪我們自己就去黑色衣 十幾爪就去黑色衣 去黑色衣就這樣 蔡美阿嬤身是坎坷 父親是音訓全無的南洋軍夫 母親難產過世 從小蔡美阿嬤就幫著叔叔一起採收石花菜 夏天下海的冬天 如果有工去做工 如果沒工去買海菜 買雞菜 這樣 這樣才有錢嗎 這樣 有啦 多少啦 其實潛水採收相對輕鬆 繁複的是石花菜並不能直接吃 只能取其藻礁做成果凍 使吃起來像是愛玉仙草一樣的 蕭鼠聖品 那時候小時候的味道 有這個可以吃的話 已經很滿足了 對啊 也不會去講究說什麼 加了什麼特別的食材還什麼的 就是鹽味的最好 這樣子 鹽味是什麼味道 鹽味有一點海味的 果溜順口的天然滋味 不曉幾分鐘 就被吃下肚 但是老阿嬤可得花上好多天 才能取出石花膠質 像我們砲刀再來剪掉 剪掉剪好 都整理好 再拿來瓶 再拿來砲 這怎麼溫子 溫大 像這樣大大 再拿來溫 如果像這樣這陣子 會知道可以溫三百 溫好就要不去海了 一大袋的石花菜 孫子想要幫忙拿 嬌小的阿嬤卻像是個女漢子一樣 堅持要自己來 走下橋下溪水邊 先踩踏 再來搓揉 像是洗衣服一樣 這樣溫暖 褲殼滑溫 有屁才會下去 很辛苦 對啦 下這個就很辛苦 阿嬤 你算鹹魚還算駕魚 還算駕魚還算什麼 阿嬤也算這個吃吃辛苦 我去年還算明年不算了 明年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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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一份不算了 甘蔻的還在後頭 浸濕的石花菜更重了 阿嬤得更費勁 儘管用拖車拖上路面 一樣是一件苦茶室 腰彎得更低 背更駝了 七百嗎 我們煮七百嗎 阿嬤高齡八十二歲 說起話來中氣十足 一樣有著有黑的皮膚 一樣年紀輕輕 十五六歲就下水採石花 是小村莊裡少見的海南 吃到清涼 鋼火 銅火爐 刀鋼骨 其實根本不需要電視台幫忙宣傳功效 阿貝深藏體鑑已經是石花菜最佳代言人 而阿嬤抱怨著這一行越來越難做 但嘴裡說著手上可沒聽過 夏天還冷 冷 河頭還冷 太冷 沒冷 太冷 知道嗎 現在比較冷 沒冷了 一枝一滴 もう一枝 沒送 沒動慢 有年輕人辛苦不大了 因為這麼餓太餓 老爺這麼困難 現在八十多了 沒你辦做 超過一夾子 几乎一辈子都在做一样的工作 老了还没能想轻浮 日复一日的劳动 礼陶还没有出来就开始做 三四点起床 稀里清洗石花菜 天气好时 抢在五六点太阳公公露脸 就可以把石花菜撒在路上晒 一天可以晒个三回 天气不好时 一天只能晒一回 不敢坐在这边 走那里十八号 要比较多 十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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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跟我们政府说 天气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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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八号 没那么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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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骨骑去就会就会水 摊开清洗过的石花菜 紫红色的海中宝物 洒落在地面上 阿嬷像是大自然的彩绘师 为灰色的柏油鹿 骑上鲜丽色彩 整条马路都是阿嬷的画布 只是一边自由挥洒 一边还得留意 呼啸而过的车子 很危险啊 怎么说 车来来去去的 没有啦 我们要注意人 人家没有注意我们 我们这些就会多辛苦 你知道吗 对啊 贪这些不太辛苦了 对啊 我不用 有工要来做工 我还要满这个 阿嬷早就可以寒衣弄孙 但总想着还能动 就把摘石花菜当作运动 不强求能赚多少老本 一切都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吃 我们趁着我自己用啦 小孩一天就说 不要饭啦 我又不要饭啦 大吉吉饭要做什么 我们就说 我自己用不来丢了 就摸来 摸来挣到这个工具 就来游泳 有饭到这个就没了 就比较少了 阿嬷说这一片石花菜 大约可以赚2000元 但付出的至少是三四天的劳力 等着路上的石花菜曝晒晾干 阿嬷家里还有堆积如山的 石花菜要挑剪 十花菜盛产的十节 阿嬷四个小时就可以采好几十斤 放暑假回来的孙子也心疼阿嬷的艰辛 帮忙做点手工 减轻老人家的工作量 他们出海很担心 但是后来我们的原则就是 我们不鼓励他 但也不反对他 因为你约反对他 他们自己也觉得不舒服 该做的事我们会做 但是我们不会特别鼓励说 今天还很平啊 或是浪很好 你可以下去 我们不会 其实石花洞就是寒天 在日本被包装成高价的瘦身产品 而供疗海边的天然海味 营养价值高 海女们耗尽青春 冒着生命危险 投资报酬率却极低 随着海女们年纪渐长 后继无人 供疗海边的石花采收 变成不得不消逝的海洋风光 欢迎再度回到 台湾一千两个故事的节目现场 苗栗一家传统高饼店 面对时代的改变 生意大不如前 在外地做法式烘焙的第三代 回家接棒 他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大胆地把高饼店 转型成法式面包店 这种振兴老店的做法 一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 只有老板从不质疑自己的决定 一块来看看 安静山城里这一场轰轰烈烈的 《面包革命》 山城里蜿蜒的台三县 连接闽南特加原住民的三卫县 也是连接拖曳县的美味路线 山路旁的木造小屋 如果只是路过一不留神 就容易错过这隐藏版美味景点 不过远道而来的仕途老马 味蕾细胞里的导航系统 早已经将这里牢牢定位 台中没有卖面包吗 台中有啦 但是就是比较少这种窑烤的面包 对 吃起来还蛮香的 我每次都买差不多一块一千块钱 有时候一个礼拜 有时候半个月这样 外酥内嫩的面包和吐司 在幽津的山路上飘香 吸引外地客 顶着风雨专程造访 红焙师傅林国伟的厨房 有迷魂配布 砖窑一早就火力全开 山洞柴烧热力 另一头自己培养的天然酵母养老面 然后搅拌而成了面团 经过一碗慢速发酵 第二天再加入30%的面粉 团结结力 天然酵母的话 它没有加商业酵母 它基本上它至少要发酵 大概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 经过长时间发酵 有一些乳酸菌跟醋酸菌 那这三种菌种 它混合出来 产生它的不一样的风味 你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发酵 但是我的乳酸发酵的就是 我的乳酸不够多的话 它的层次感就没有那么强烈 两段式制作发酵 就是所谓的种种法 质地柔软均匀细密 被工耗时一般店家不太爱做 中地筋面团加面粉奶油和水一起搅和 水分不能太多否则太软 面团不容易打出筋性 时间拖得太长温度上升 麦香就会消失 水分控制在65到68% 是惊艳得出的美味数值 原味潘多洛面包 奶油比例高 口感介于蛋糕与面包之间 扎实湿润类似磅蛋糕 而万岳梅 葡萄干 橘子皮无花果 晒成果干 风味更为强烈 做成水果口味 是欧包常见的人气品相 但果干容易吸水 面团的水分就要多加 口感才不会干干瘪瘪 以前的做法是一次把水量加到足 后面才加它 让它去吸 把它把面团里面的水分又把它吸回来 之前又水吃很多 搅拌很久 温度又会很高 整个面团的品质都会差 我后面加水的时候 我的水分没有完全被面团吃进去 其他材料下去的时候 那些材料去吸那表面的水分 所有的材料大团结 二次发酵 分割 整圆后 就可以进砖摇 旋转热力 进行变身大考验 摇烤的话 辐射热是远红外线 它的熟成的话是内外同时熟成 相对水分就会比较高 一般铁炉子烤的话是 你从外面先熟 到中间熟透的时候外面已经老掉了 而一样的天然酵母 水果干 和酱心独具的水分控制 招牌吐司还多了一招 Upside down 替酵母翻身 是内行人都不一定看得懂的细纹门道 发酵会产生氧化碳 氧化碳它酵母就 它的活气就会减多 你要把空气稍微打掉 再重新包新鲜的氧气进去 其它又重新再发酵 退伍后就进到日本连锁面包店的台湾分公司 成为第一批的种子员工 奉派到日本学习欧式面包烘焙技术 做面包很有一套 民国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作经验 28岁再到法国追本溯源 手底功夫兼具日本式的细腻 和法国式的朴实本质 心怀创业梦想 从当学徒开始 就用大老板的标准自我要求 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 我做完下班就不关我的事 我的话就是有报表全部我来做 我要分析里面的东西 今天生产了什么东西 几点几分 大概是什么客人进来 那我们可以看出关于 以老板的想法去做每一件事情 除了自身的努力 林国伟的老板性格也有家族的DNA 阿公阿爸经营传统高饼铺兼杂货店 40年前光是做公馆附近的砖窑厂工人 和货运司机的生意 一天营业额3万台币 是如今复合超市的1.0版 不过随着时代演变 生意溜滑梯 加上父亲生病需要照顾 于是征召林国伟回家接棒 经过评估之后 他收掉自家传统的高饼店 转型做法式面包店 在苗栗跑第一 那时候不要说乡下整个台湾地区能够接受法国面包的还是有限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苗栗那个高饼工会的就看笑话 看你能够开多久 15年前乡下地方的面包市场还是习惯台式口味 偏硬的欧式面包果然如众人预期不受青睐 林国伟只能勉强经营打拼开销 有时候做不到一千块 一千 一天 还好是自己的房子就成了 索性他坚持下来 后来台湾爆发三聚清安时岸风暴 消费观念转变 不时不花俏的欧式面包逐渐受到欢迎 林国伟的烘焙生意也跟着反败为胜 在公馆小镇生意活跃 人家是擀面棍擀嘛 我是稍微这样拉一下 就直接就卷了 我表面的空气会比较多 等下我是要烤出来的时候 皮的空气多会变比较酥 讲究细节手法创造产品差异 林国伟在既有基础上加入经验和实验 最终他的面包保留了更多麦香 口感外酥内嫩 保湿度一等一 如果我的想法是跟他们一样的话 那人家学五年的 我快三十年的还不是跟他一样 因为学的东西是一样 观念是一样 裁掉是一样 那你还有什么 没有的话 我爸讲猪却会得罪人 可是他真的是 他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在故乡累积口碑 吸引外地特专程跑到苗栗公馆小地方买面包 林国伟不自我满足 找了因为面包而认识的朋友合作 在台三县旁的庄园里 盖砖窑做窑烤面包 自我挑战要更上层楼 好处就是我本来来的朋友只有五个 也许卖面包以后来的朋友会有十个 那就像这个东西就像那个苍蝇一样 你有好的东西那些苍蝇就会飞过来 就是这种道理 这个比喻不太好 应该是有花的 对对 有蜜蜂就会飞过来 历经坚持和考验 成为苗栗故乡的欧式面包王 林国伟谦虚地说 不全是自己的努力 归功感恩曾经拥有的学习机会 因此也努力教学徒 帮助年轻人出国进修开眼界 他建议年轻人不管要不要做生意 把自己当做老板 多做就可以多学 多学就是多赚 就像面包一样 有发酵等待 有热力考验 最终成就外酥内嫩的人气强收获 饮食可以改变社会 这是一个青年级的年轻夫妻 用台湾的本土黄豆 制作豆浆和豆花的初衷 以及最大动力 夫妻俩说 当消费者愿意选择 支持在地的好的食材 就等于启动了一个善的循环 所以他们会持续用最费工的方式 努力做出能改变社会的好的食物 品尝到农存的豆乳冰 女学生害羞地比出赞的手势 这家豆乳店主打使用非基因改造 不撒农药的台湾本土黄豆制造 品相从豆浆 豆花 布丁到冰品 全面供应应有尽有 这个就是豆浆 店里在用鸣味豆浆 接下来会盖两片豆花 那这也是红豆 台湾的红豆 这样就可以上桌了 我要两关的红豆浆 因为他们是台湾 支持台湾的效果 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 对很重要 对 而且他们的豆浆喝起来很 前厂顾客吃冰吃得全身凄凉 后厂老板白护刚 却忙得满头大汗 在一个人的练单房 专心练功 用振动机筛浆过滤 取代传统棉布挤压 稳定豆浆的品质 虽然手工省去一道 但是不使用消泡剂 就得一次又一次的捞除泡泡 那我们就是照传统的方法 就这样手工绕 其实也不麻烦 只是花的时间久一点 这些泡泡的风味是不好的 它会带有豆脂的生味 它会影响豆浆的香气 我今天煮了几公斤 然后第几分钟的时候 它到达什么样的状况 今天的味道好不好 然后有什么问题 明天怎么改进这样 每天写 每天写这样 一边制作一边抄笔记 小白老板用涂法练钢的方式 慢慢摸索该怎么做出 心目中100分的豆浆 他和太太原本从事的 都是饭店的企业行销 两年前夫妻俩决心创业 并且从豆浆开始 发动饮食革命 做吃的也很好玩 你有饮食是可以改变社会的 什么时候 动药 动药 因为就想了很多食品 然后觉得豆浆跟豆花 是比较大众会接受口味 不会说老人特别不吃 或小孩特别不吃这样 可是跟行业很大的改变 对 但是就是开始接触之后 两个人就是慢慢摸索 其实也没有这么 难 对 大家用心就可以了 既然要做安心的豆浆 豆子的来源就得看得到 这一点年轻老板很坚持 所以价格比进口黄豆 还要贵上四倍的本土黄豆 高雄选10号 就成为他的唯一选择 台湾自己就有黄豆 然后它煮起来 其实香味真的比较不一样 刚开店的时候 蛮多妈妈喝无糖的 都会说我们的 不会有那个切味 透过这个焖的过程 让豆浆里面不好的味道 可以去除得更彻底 然后留下更好的豆浆风味 是一个很饱满 然后甜美的味道 我们送进去这个极速降温机 它可以让豆浆从90几度 降到18度以下 我们通常是会降到16度C 然后就可以直接装品 它就透过极速降温的过程 可以让微生物在这段期间 不会过度的繁殖 所以我们的豆浆可以保持 比较好的新鲜度 白沪刚说 它是用生命在煮豆浆 这样的真心 它相信顾客一定感受得到 最终的目标是希望好食材 好饮食 能圈成一个善的循环 这样的循环很必要 也很重要 物质的欲望降低了 得到的却是心灵的满足 这是一个营造公司的大老板 一个人到荒岛生活 悟出的人生哲理 无所求才能有所得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